各位朋友大家好 前兩天台灣立法院一讀通過了一個議案 這個議案是由一些民進黨的議員提出來的 他們要求修改台灣的一個法律叫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要刪除這個條例當中的有關國家統一的文字 把它改成了比如說因應國家發展或者是其他類似的文字 他們的理由是統一不應當是唯一的一個選項 最後要不要統一應該有兩千三百萬台灣人一起來決定 這個修正案現在還沒有正式的成為台灣的法律 還要經過台灣內政部審議了之後 然後要在立法會再進行二讀三讀 大家都通過了,那個時候才會生效 但是中國大陸那邊已經馬上就有反應了 國台辦的發言人馬曉光已經發言了 他說最近民進黨有些人想以疫謀獨 就是以疫情來謀求獨立 在台獨的道路上飆車,這是非常危險的 還有一個中共智庫人士叫劉國昇 他說的更嚴重 他說現在兩岸關係已經接近了爆炸的極限 如果台獨勢力繼續這麼搞下去 那就會碰觸到中國的底線 那就會加速兩岸的統一 也就是說中共有可能要對台動武了 客觀地說民進黨的這個提案 確實有很明顯的要推動台獨的意思 但是推動的力度這一次並不是很大 他們是採用了一種漸進的手法 那民進黨為什麼在這種時候 兩岸關係已經是非常緊張了 確實為什麼要在這種時候搞這個動作呢 這是因為台獨建立台灣共和國 這是民進黨的政治目標 他也是寫在民進黨黨綱裡面的 去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發生之後 中共對香港進行了強力鎮壓 這就讓台灣老百姓明白了 跟中共搞一國兩制是行不通的 台灣支持統一的人是越來越少 這也讓民進黨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另外這一次疫情爆發以後 民進黨政府這個防疫工作 確實是做得非常的好 可以算是全世界第一名 所以他在台灣的支持度越來越高 而這個時候中共他們的這個 國內和國際的壓力就越來越大了 不僅僅他們在國內的防疫工作沒做好 而且還把疫情擴散到全世界 引起了全世界的反感 國際形勢對中共非常不利 對台灣是非常有利 所以說民進黨在這種情況下 自然就會想有所作為 從過去幾十年這個民進黨他們的手法來看 他們是很有耐心的 採用的是切香腸戰術 國家統一這個概念就好像一根香腸 民進黨就這麼一次一刀一刀一刀的切下去 一次切一點 最後肯定會被切完的 到時候台灣的主流民意就徹底的放棄了 這個統一 台灣就會從現在的這個實質性的獨立 走向最後法理獨立 正式宣佈獨立 這個趨勢是越來越明顯 可以說台灣今後出現這個結果 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現在的關鍵問題是 我們大陸人民應當對這個不可避免的結果 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這是我今天想要講的一個重點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的態度決定我們的行動 而我們的行動最後又決定我們的命運 不把這個問題搞清楚 將來我們的命運可能會很悲慘 比現在還要差得多 我來給大家推演一下 如果有一天台灣正式宣佈獨立了 或者說台灣還沒有正式宣佈獨立 但是習近平當局說台灣馬上就要獨立了 然後他就宣佈我們要武力攻打台灣 這個時候大陸人民要不要支持他呢? 如果是絕大部分人民都支持他 那他就可以順利的宣佈說我們進入戰爭狀態 準備對台動武 然後宣佈在全國進行軍管實行戰爭時期的經濟配給制 到那個時候他不需要先去打仗 他會在強大民意的支持之下 先打倒黨內的政敵 完全獲得軍隊的效忠 同時呢 他又會殘酷的鎮壓民間的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 鎮壓民間的各地的維權群體 所有的這些暴行都會在統一大業的謊之之下進行 他都說是為了進行戰爭準備 攘外必先安內,必須清除國內的漢奸賣國賊 按照這種搞法,國家還沒有統一 毛澤東式的那種高度集權就已經建立起來了 毛澤東當年曾經是用文革 文化大革命作為藉口 建立了一個個人的絕對獨裁 習近平今後呢 他可以用祖國統一為藉口 實現同樣的目標 毛澤東的文革給中國造成了一場厚劫 不僅僅是大批的幹部被迫害 老百姓也有幾千萬人遭殃 如果習近平再搞一次集權獨裁 那中國人就會面臨著更大的災難 因為毛澤東他搞了文革 他只搞了十年就敲辮子了 而習近平現在還撞得跟頭牛一樣的 再加上現在醫學進步很快 只要進到了中南海 你個個都像烏龜王八一樣長壽 習近平還可以幹很長時間 他再掌權三十年,那絕對是有可能的 那麼中國就會陷入長期的黑暗時代 在他的統治下 所以說只要我們支持武力統一 在打敗台灣之前 我們中國大陸人自己就先輸定了 台灣人是不會輸的 他們最多是會受到一些損失 我在上一期的節目裡面講過 習近平當局如果真的要攻打台灣 他肯定是贏不了的 台灣人會拼死抵抗 美國、日本還有好多其他的這些國家 都會幫助台灣 台灣最後還是會獨立 那現在呢,國內民主圈裡面有一種很流行的觀點 就是說,習近平真的要是打台灣的話 那就太好了 因為他打不過 打了敗仗之後 中國的軍隊就會拋棄他 人民會起來革命 說打吧打吧 一打就會打出一個新中國 這種態度我是不贊成的 因為一打仗 海峽兩岸的老百姓肯定要付出代價 這個代價也是很大的 最好是不要付出 至少我們不應當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而且呢 還有一種可能性 就是習近平他意識到了真正的打仗 他會失敗,那他就不打 只是他只是在兩岸之間 先形成一個好像要打仗的狀態 形成一個戰爭狀態 然後以此為藉口來搞軍管 那我們就麻煩了 或者他只是小打一下 比如說打一下金門馬祖 這兩個地方呢 離大陸特別近 台灣的防守力量也很薄弱 防不了 實際上很多台灣人 都已經想把這兩個地方送給中共了 到時候習近平奪取這兩個地方 他就可以宣布說我們取得偉大勝利 那個時候他的獨裁地位 就更加穩固了 所以說支持武力統一 只對習近平有利 對中國人民絕對不利 甚至是對中共的官員都絕對不利 現在呢 還有不少人有這種大一統的觀念 覺得祖國統一 這是一個神聖的事業 甚至是包括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都這麼想 比如說陳秋實 他就曾經在一個視頻裡面講過 說誰反對統一 咱們就跟他沒完 那還有那些粉紅奮親 那就更不用說了 他們呢 被老闆罵了他不會生氣 被警察打了他也不會生氣 但是有人說是要同行台灣 他就會跟你急 而且呢 這種人 這些粉紅奮親 他們是天天泡在網上面的 所以在網上面的聲量特別大 很容易就帶風向 顯得好像中國的主流民意 就是要統一 要打台灣 所以說 現在呢 有必要把這個道理要跟大家講清楚 怎麼樣 講清楚呢 首先呢 這些粉紅奮親 他們是不太讀書的 這個邏輯能力也不強 所以講得太細緻沒用 反而把他們搞糊塗了 我們就從一個簡單的問題來開始 就是為什麼一定要統一 你說出個道理來 他們肯定說 國家統一了就會更強大 強大了別的國家就不敢打我們了 中共過去呀 總是給老百姓洗腦 說弱小就會挨打 那世界上有很多的國家很弱小 但是他們並沒有挨打 比如說 歐洲有個國家叫聖馬利洛 跟中國的一個縣差不多大 他也沒有什麼軍事力量 也沒有什麼經濟力量 但是他沒有挨打呀 亞洲也有個國家很弱小 叫文萊 大概只有中國的一個地級勢那麼大 他也沒有挨打呀 世界上有很多的小國家都沒有挨打 只有一個例外就是科威特 那是因為當年科威特的這個鄰居 伊拉克的薩達姆是個瘋子 他誰都打 伊朗很大他也敢打 沙特很富很強他也敢打 科威特跟他離得太近 所以說運氣不好就被他打了一下 但是呢 只打了一下很短的時間 然後好多個國家就一起來幫他討回公道 幫他把薩達姆狠揍了一頓 科威特沒吃虧 所以說現在世界上挨打的國家 基本上都是製造的 比如說這個伊拉克還有阿富汗 他支持本拉登搞出911事件 還有這個前南斯拉夫搞種族屠殺 犯一下反人類罪 他們不挨打天理難容 並不是因為國家弱小 國家要想不挨打 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別成為流氓國家 別去打其他國家 也不要打自己國內的人民 否則你再強大都會挨打 中國只要不打台灣 中共只要不屠殺自己的人民 根本不用擔心被別人打 如果是說為了所謂的祖國統一去打台灣 那就一定會遭到全世界的圍攻 或者說如果中共再搞一場八九六四 那一定不可能像上一次那樣輕易的逃脫懲罰 很多國家一定會聯合起來把中共搞垮 另外呢,我還想給大家講一個世界性的規律 就是國家越小就越容易發展經濟 老百姓日子就越好過 大家去查一查世界銀行公佈的2019年的GDP 人均GDP的排行榜 人均GDP最多的國家幾乎都是小國家 你像在歐洲排名最靠前的兩位是盧森堡和瑞士 在亞洲是卡塔爾和新加坡都是小國 在非洲是塞塞爾和赤道幾雷亞 八張大的國家 北美洲三個國家都很大我們就不說了 拉丁美洲排在前兩名的一個叫巴哈馬 只有幾十萬人小國家 還有一個叫做阿魯巴 在地圖上幾乎都找不到 只有十多萬人 基本上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規律 就是國家越小就越容易致富 中共他們也是明白這個道理的 如果大家去問他為什麼台灣香港新加坡 這些都是華人社會 都比中國大陸富裕 他就會解釋說 說因為他們很小啊 所以容易發展呢 我們太大了 人口太多了 不容易啊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問一句 那既然知道國土太大 人口太多不容易發展 那為什麼還要祖國統一 還要把更多的土地和人口統一進來呢 那不就更不容易發展了嗎 這個道理 他們是這個講道理是講不贏的 所以說他們只能是不斷的重複 說祖國就是要統一必須統一 所以反對統一就是千古罪人 這是一種啊這個常見的洗腦的方法 謊言重複一千遍 人們就會把它當成真理 我小時候趕上一點這個文革的尾巴 記得幾首文革時期的歌曲 其中有一首給我印象特別深刻 他的歌詞就是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 就這麼重複 從歌曲創作的角度來看呢 這首歌那就是垃圾中的垃圾 但是從洗腦的效果來看呢 是相當厲害的 當年曾經這首歌曾經 讓成千上萬的人陷入癲狂狀態 現在咱們回顧文革時期 就覺得那個時代相當荒謬 但是呢 過些年我們再回顧來看現在 看見這麼多的人不假思索的就認為 國家統一就是好啊就是好啊就是好 那是不是同樣可笑呢? 是不是同樣荒謬呢? 那說到這裡呢 肯定有人認為我是在鼓吹台獨 請大家不要誤解 我實際上還是贊成統一的 只不過呢我認為 中國統一一定要滿足兩個前提條件 第一個呢就是大陸要先實現民主 大陸如果還是在專制統治之下 人民還在當奴隸 那統一台灣有什麼意義呢? 那不就等於讓中國又多了2300萬奴隸嗎? 難道中共他多了這2300萬台灣奴隸之後 他就會讓大陸14億奴隸 讓他們獲得自由嗎? 大家會少交一點稅嗎? 會得到免費醫療嗎? 強徵強拆會停嗎? 警察就會奉公守法嗎? 法官就會公平斷案嗎? 都不會呀 所以說大陸的民主 這是統一的第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前提 那第二個重要的前提就是 台灣人他們一定要全體同意 聯合國憲章有一條 他就規定了人民享有人民自決權 就是說一個地區的人民 他們有權利通過投票 通過全民公爵來決定了 是不是保持獨立還是加入另外一個國家 這是民主的要素之一 人民自決權 民主不僅僅是要保護每個個人的權利 也要保護一個集體的權利 如果有一些知識分子 他自稱是這個民主派 但是他不承認人民自決權 他認為要大一統觀念 不可以挑戰 那他就不是真的民主派 最多只能算是半調子的民主派 這種半調子民主派 他不僅沒有吸收 現代民主思想 甚至是連中國古代的政治智慧 他們都沒學好 《三國演義》裡面 開篇第一句話就很有智慧 他說話說天下大事 喝酒必分分酒必和 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的一個規律 一個王朝到了末期 他就會遭到人民的反對 然後呢 各地就會紛紛獨立 大一統的王朝就會走向分裂 一個國家 他就會變成好多個小的國家 大家看三國的時候 讀到這個赤壁之戰 那幾個張回啊 大家都覺得這個 周瑜、諸葛亮 打敗曹操這是好事 那如果按中共現在的邏輯 那曹操是維護祖國統一的大英雄啊 周瑜、諸葛亮 那都是分裂祖國的罪人啊 尤其是諸葛亮 那二十郎當歲 還在山裡面耕田呢 就想著要三分天下 就想著分裂祖國 那是罪人當中的罪人啊 但是千百年以來 為什麼老百姓都喜歡諸葛亮 都討厭曹操呢 那就是因為曹操太壞了嘛 所以說諸葛亮 大家都支持諸葛亮去獨立建國 大家都認為他做的對 認為他是英雄 現在中共比曹操壞一百倍 那台灣要獨立 那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要痛心疾首啊 如上考筆呢 這不就是精神分裂嘛 國家還沒有分裂 那他們的精神已經先分裂了 現在呢 中共又進入了王朝末期了 看著看著啊 這個中央集權呢 就要維持不住了 到時候革命一開始 肯定是各個地方啊 都會形成實質上的獨立 有些地方甚至會公開的 這個成為獨立的國家 到那個時候不僅僅有台獨 有港獨 不僅僅有這個江獨 藏獨 可能還會有越獨 就是廣東廣西有可能獨立 可能還會有互獨 就是上海呀江浙也可能會獨立 說不定東北那邊呢 也要鬧獨立 這種事情呢 歷史上已經發生過太多次了 就包括 現在 這個哭著喊著要統一的中共 當年他們也是搞過獨立的 當年他們是建立過獨立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 所以說 大家對獨立 一定要用平常心來看待 一定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 不要把自己的生命浪費在 反對獨立擁護統一這件事情上面 而是要投入到 反專制真民主的事業 這才是一個偉大的事業 等到將來 中國各地方都實現民主了 各個地方 人民都有了自由 那個時候自然的 就會走向統一 自然的就會分九必和 那個時候再統一 就不會像 中國歷史上過去的那些統一 不會用戰爭的手段 用殺戮的手段來解決問題 而是各個地區的人民 自願聯合 那個時候 不僅僅海峽兩岸會統一 甚至是日本 韓國和中國都有可能統一 甚至是東南亞 好多這些國家 東盟國家都會和中國統一 大家看一看歐洲的歷史 就很容易明白這個道理 二戰之前的幾百年 歐洲各個國家打得死去活來 但是呢 二戰以後全部民主化了 大家馬上就和平了 而且好得跟親兄弟一樣 先是建立統一的歐洲市場 後來又統一的貨幣 歐元 然後又有了歐洲議會 再過幾十年 極有可能就變成歐洲聯邦了 就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了 徹底統一 這是有可能的 現在這個英國脫歐 這只是一個小插曲 將來肯定還會再入歐 歐洲地區的這個政治文明先走了一步 亞洲最後肯定也能跟上 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大趨勢 將來總有一天會出現一個世界政府 全世界都統一 但是那種統一跟中國過去的大一統不一樣 不是中央集權 沒有專制沒有獨裁 在那種統一之下 各個地區的人民 他會享受充分的自治 世界政府他只是管理很少一部分的 必須由他來管理的事務 比如說怎麼樣減少碳排放 怎麼樣探索外太空 怎麼樣防止大瘟疫 就拿這次瘟疫來說 如果是全世界都民主了 都統一了 形成了一個世界政府 那這個瘟疫可能根本就不會爆發 即使是爆發了 也很快就會受到控制 怎麼控制呢? 只要這個世界政府決定 讓全球的經濟活動全部停下來 比如說停一個月 除了這個糧食啊能源啊醫療這些必須開工的產業 繼續運作之外 其他的全部的都停止 全部的都凍結 這段時間銀行不能去收利息了 業主不能收房租了 企業也不需要跟員工付工資了 政府發錢給大家買食品買衛生紙 大家不用去搶 這就像是所有的人都在家裡面度假一個月 就好像是讓時間暫停一個月 這樣的全球經濟根本不會受到什麼損失 疫情也會完全的很迅速的得到控制 在民主自由自治的基礎上這樣的統一 才應當去追求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見